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之前不是讨论过吗 嗯 这次呢 我希望可以从根源上面解决疾风的问题 所以 柯总 你愿意帮帮我吗 你要舍得顾问费啊 我不只希望你当顾问 我希望你可以是我的合作伙伴 说实话 妈 我需要你的力量 需要资本的力量 希望 我们可以一起努力 让全世界都看到疾风车品牌 小满 格子 你回来了 好漂亮的瓶子 三叔给我的 我爸爸留下来的 你好 孙君怎么样了 好些了 那要不咱们今天直播吧 咱们好久没直播了 小满 我觉得赵俊还需要一些时间 这几天 我想多陪陪她 好 那你就多陪陪她 好好照顾她 正好我今天来拿点东西 她在外面等我 行 快去吧 你们忙 我觉得最近 儿子好像有点故意躲着我 她架在中间 挺难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课题要解决 你只要知道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我收拾好了 你们没聊什么的 陈大师传给小满一个很重要的瓶子 他正在忙 所以也没说什么 很重要的瓶子 好像是他爸爸留下来的 以后我们就要好好顾我们自己的 不开心的事情我不听 好 走吧 爸 回来了 都 嗯 辛苦了 辛苦了 来 赶紧坐下 坐下 快坐下 干嘛呀 你先坐下 来 来 我去取一样东西 来 闪开 你慢点 你爸这怎么了 不知道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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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我专门给徐姐学的 这个秋千鹤的梨汤 润肺下火 你熬的 我学着做的 你确定是你做的 是呢 什么情况呀 你这是要干什么嘛 你不是说我 希望我平时多浪漫一点吗 我也觉得我在这方面 还有好大的提升空间 我 我会好好学 以后多试一试 你肌肉太甜了 好甜的 水 我要喝水 我要喝水 什么呀 来 春春 你赶紧尝尝 大半辈子了 终于开窍了 对了 真雪 味道怎么样 尝尝 尝尝 还不错 真好喝 自己夸自己 朗晨 公司那边的事情呢 我今天已经处理得差不多了 明天就等着小满来 跟她交际啊 辛苦你了 那以后就得辛苦这孩子了 小满一定可以的 清出于揽 盛于揽 正好啊 让童童跟瑶瑶 也该跟姐姐好好学习学习了 是呢 真好喝 这往后 都成闲人了 做什么呢 做什么呢 是忙习惯了 现在这样呢 先这难受了吧 嗯 以前咱们两个怎么说的 最想干的事是什么 什么呢 出国旅游 对对对 你说新西兰嘛 嗯 说那是世外桃源 行 我陪你去 新西兰 我说新西兰 是因为那边空气好 人又少 对你的身体好 看活儿 真是 还是你新西 那你想去什么地方 我都陪着你 就新西兰 挺好的 好 新西兰 晚上 选个时间 看看酒店 我来订票 你是不是觉得今天订的票 明天早日咱们俩就可以飞去了 是呢 是呢 还要准备很多资料 还要办签证呢 什么都不懂 这辈子你懂就行了 急风现在是一艘即将要沉的船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你如果再不行动的话 你收拾这条股份都会被蒸发掉 你不用跟我说这么多 我只想知道现在的结果 说话 说话 哎呀 赵总最近挺忙啊 忙得都没时间回家 点灯高游的 有什么成效吗 现在进来都不敲门了吗 怎么着 这话有点气啊 我说您这 股份股份拿不到 你还想要 孩子孩子要不回的 您还只放咱们怎么合作 你们私下去找陈勋童 不是也没捞着好仇吗 那我们跟您可不一样 我们找陈勋童只不过去试试 可您要是失败了 我们可不光是合作不成 您还得还钱呢 您走我们俩走那一千万 全都扔进了集中的订单 你打了水漂了吧 您当初跟我们借钱的时候 怎么说的呀 说什么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可到了呢 反而是让科研高光了一把 错了陈家的成功快叙 现在这两家 算是米钱合作上了 我们这边横数是没戏了 所以这笔钱 我们得收回 这笔钱是没戏了 生意场又生意场的游戏规则 拿捏人 也别拿捏得太死了 我觉得总是有商量的余地了 我觉得赵总好像 手里没有什么筹码 可以跟我们商量了吧 陈家的古董 我如果能拿到什么 又来了 陈家的古董 您都拿这个掉我们 多久的胃口了 掉到我们现在 都已经没有胃口了 到底是找得着还是找不着呢 或者您这痛个性格能 换成钱也成啊 东西就在陈家 想找自然能找到 行 若是留一信 之后好相见 那咱们就 再给赵总点时间 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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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总 这一周你要是能找得到 我们就继续往下谈 那今天这么晚 我们就不打扰赵总 请小爷在这儿 吵胡董啊 拜拜 拜拜 这文件我都整理好了 都在这电脑里了 如果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 随时找我问 好 小板啊 以后这间办公室 就是你的了 华明测呢 准备好了没有啊 好 在这儿 在这儿 快点给姐姐 哦 这个 三婶 不着急 对 我有些想法 正好也听听您的意见 什么想法 我不打算做总经理的位置 那不都说好了的啊 是 我还是会担起对疾风的责任 其实我之前就一直觉得 咱们急风现在的单纯依靠家族管理 来做的这个模式 是有问题的 很难做大做强 所以我想 跟科研那边合作 引进资本 引进最科学的管理模式 你说的这个问题啊 小马 我跟你三叔 心里都明白 只是没能走出这一步 哎呀 早就该与事俱进了 疾风既然交到了你的手上 你说了算 那这个名册呢 我觉得还是由彤彤保管 在销售还有客户关系维护上面 他比我办法多了 我觉得我呢 还是像在工作室一样 我做主理人 主要负责产品的设计上面 瑶瑶 我觉得我还是就待在设计部吧 之前有点太眼高手低 我还是该做学学 嗯 有点自知之明 好 都好 再一个就是总经理的人选 我想公开选聘 科研最近接触了一些瓷器行业的人 我希望他可以帮咱们筛选出一批人选来 嗯 好啊 嗯 到时候还得请三叔三婶八把关呢 我们全力支持 是 拿回陈家股东 你记不记得第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 你就是自己过的生日 之后我们在一起了 我就默默跟自己说 我希望你以后每一个生日我都在 我看着你为家里的事情难过 我很心疼 我现在有你就够了 赵俊 你之前不是说 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吗 我觉得我们是时候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我们下期再见 但爱能够治愈不完美 陪着你去面对 是非何所随心悦更伤悲 缘分不断拉扯而迂回 人群朝夕朝夕朝夕 留下了正规 你好 早在待 这只手上好长也缺点是吧 就等你说这句呢 马安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老婆了 好 我想要什么都买 爱情如此奇妙 你让眼前所有变美好 知道了 我现在过来 来了 我想我欠你一个解释 我是真的不知道 我总不能不认这个儿子吧 当然可以认 那我是不是应该把他要回来 是 但请你以后不要再利用过了 我那是不想让你经历我以前受过的苦 陈化吉 陈化丰处处压我们一头 我们在玉瑶走到哪儿都低着陈家一头 为什么 西风有我的一份 我只是想把属于我的那份拿回来 我想让你在玉瑶当作人上人 别 别演了 不就是还想利用我帮你对付陈家 现在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 好儿子 刘尚严肃 骗着我合伙开玉井 看我现在拿不下疾风要扶地抽薪 现在逼着我 要把陈化吉的那古董词拿回来 没关系 好 现在连你也这么说 我大不了把命赔给他们 去吧 回去睡觉去吧 请继续 今天老头儿在家 明天老头儿不在家 后天老头儿从我脖子里抽了 晚安 我们第一次认识的时候 就你过生日那天 是不是做哪种 你跟我说什么 你看什么那一只 客户找我订了个瓶子 这图片太糊了 把我找 这不是之前跟小板那只有点像吗 但你这图片不清楚 看不到细节 现在客户越来越难满足了 不管了 吃饭 快吃吧 过两天 要不要把我姐叫出来 我们现在吃个饭吧 你不是比较介意吗 她毕竟是我姐 也是你最好的朋友 结婚这么重要的事情 总得跟她分享 真的 宝宝开心最重要了 别别别别 谢谢老公 爸 我一会儿就去约小班 回去好好休息吧 没事了 谢谢老郑 谢谢 陈大师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曼曼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就不能来了 嗯 玉瑶是就这么大 你要躲到哪里去啊 没躲我 你也得躲得开呀 不是 就算你一个人不来 我也会抓着你 从头到脚的 我们要检查一遍的 别生气 别生气 嗯 你心脏又不舒服了 没有不舒服 不是马上要和你出国旅游吗 检查一个身体 好让你放心 放心 你喊着我陪你一起来 我才会真的放心 你不是忙吗 张大夫怎么说 张大夫说没事啊 不就来回一个星期吗 只要不发生心脚痛之类的症状 就没事 但是张大夫说 这个病要好好地调理 好好地控制情绪 我一直照着医生的话 认真地在对待自己的身体 嗯 再说现在 不是一身心吗 真的啊 没有骗我 你看你今天都抓了我的现行了 我骗你做什么嘛 行了 相信你 嗯 我抓你 我抓谁啊 走了 张医生 嗯 是的 我听话 你要乖乖的啊 张晟晴 嗯 一会儿咱们回家的路上 买点黑豆了 举姐说 家里黑豆没有了 你黑豆太难吃了 太难吃要吃 对不起等于好处 嗯 这下放心了 嗯 听客人说 你连觉都睡不好了 没那么夸张 就是老觉得心里不踏实 哦 没事 没事 以后啊 西风堂的钥匙 我给你配一套 你什么时候想看 随时都可以过来 方便得很 嗯 你 静静不是说一起吗 还没来啊 是啊 我刚才已经给她 打了两个电话了 叔叔正在开车呀 没事 不着急 你们两个突然 说要亲我吃饭 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吗 嗯 我们两个领证了 真好 祝你们俩幸福 嗯 行 今天这段我要请 本来我们俩是想一起跟你说的 这个人怎么会是 没事 你就别催他了 说不定 被什么重要的事情耽搁了呢 一会儿就来了 咱们先点餐 嗯 你看想吃什么 嗯 给你来一只虾 你最喜欢吃虾了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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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好的一起吃饭的 行了 咱们三个改天再聚呗 下次让他请我吃好吃的 嗯 怎么回事 怎么打不开了呀 不亮了 这全部还是好好的呢吗 我也想把我这个 画的过程拍下来呢 这样 我今天拿回去看一下 这么晚了你赶紧回去吧 俊俊该担心你了 你们这俩人一整天 虔诚挂肚的 是吧 行 那我先回去了 行 你也别太晚 早点休息 路上小心点啊 好 换新的吧 对不起 俊俊 对不起 俊俊 我今天十分不是没走开 我们改天再约姐一起吃饭 赵俊 你有事情瞒着我吗 我能有什么事瞒着你 对不起 这个是平云 你给他看了 没有 我最近一直觉得不对劲 我想问问你到底怎么了 你在想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但是我没问出口 因为我害怕 如果我问了 就没有退路 阿泽 只要我做完这件事 我们就可以踏踏实实地 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了 我不许你伤害陈小满 我知道陈小满是你最好的朋友 你可以把视频给他看 我不想你为难 我不许你 爸 什么药 怎么样 怎么样 东西不在陈小门呢 那在哪儿 解蜂巢 你说你这么爱坏人物 什么时候把我业给坏进去 六六你呢 哪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蓝色的这个 小门 格子 我想跟小门聊一下 我去回跟邮简 快坐 怎么样 你已经进去领证了 是不是该准备婚礼的事情了 还要去多个蜜月 我给你发一个大成价 自从上次晓彤来了之后 我觉得赵俊好像变了一个人 他不愿意再提起家里的任何事了 有些时候 事情发展到不可避免的时候 我家在中间 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家家有本难念的情 发生的这些事情 你却很难让人一时间全部都消化掉 没事 忙忙的换换 小门 你想了很久 好 我尊重你的决定 满个工作室 永远都是满个工作室 希望你和俊俊 一切都好 我们都会好的 我们都会好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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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